真的我觉得基隆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 然后我觉得真的要鼓励我们在地的孩子们留在在地就学 因为其实你可以拥有更多的机会 还有拥有更多的舞台 对所以找机会不需要舍近求远 我觉得基隆是很棒的地方 掌声来来 教师节表扬大会中市长谢国良亲自颁奖 暖暖高中萧惠林老师获得教育界最高荣誉师夺奖 另外也表扬资深优良教师教育奉献奖等奖项 感谢老师们的辛苦付出 老师是一条很应该怎么说呢 是一个真的是必须要不断的去真能 然后让自己要跟着孩子一起前进 对但要懂他们的梗 所以上课的时候才可以引起共鸣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所以有时候像数学课程的部分有时候我就会唱歌 对有时候就来就会来点歌曲 比如当下时事的歌曲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有趣 暖暖对我而言是一个意义很不凡的一个地方 对因为我在暖中学习成长 暖中是我的母校 然后我最后也回到暖中工作了 然后我在暖中认识了我的先生 然后在那个地方就是成家立业 然后我的孩子最后也成为了暖中的学生 对所以暖中对我而言有一个非常非常深厚 而且特别的情感 那么教育的最重要的就是要慈悲喜舍 爱榜样之后能够贡献你教育 就是用慈悲喜舍的心情给予更多的奉献 就很开心也很觉得很荣幸 然后在从事幼教36年来得到这个奖上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自我的肯定 那从小朋友才一进幼儿园 他真的就是一张白纸 除了原生家庭的教育以外 再来就是我们了 我们常常就是说我们是一个陪伴 陪着他一起长大 我们跟家长是一个合伙的伙伴的一个角色 那便是说我们在学校所进行的 在家里面也要同步去进行 这样子我们才是真正在帮助我们的孩子 非常感谢大家一年来的辛劳 那我们在这边跟大家至上崇高的敬意 虽然我们在上任后 积极推动有更多的一些国外的优秀的学术资源 来入驻基隆市 来提升我们在地就学的各项能力 但最重要的还是在座各位老师的投入 跟专业跟你们的爱 然后教导这些学生 但我都其实都非常怀念那一段 他们教导我们的过程 真的我觉得一个学生可以 这个就是您对他的教导跟他的爱 他到长大三十年后 他还是记得清清楚楚 这就代表说各位老师你们的这些 耐心跟爱心跟专业的付出 是可以对这些学生产生最根本性的影响 我要必须要告诉我们老师 你们的所有的作为 绝对都是有影响力 就像刚刚市长讲 你们的所有对学生的影响 真的是如远若见 不知道哪一年在学生身上会发光 就像我现在也一直在怀念我以前的所有老师 今年的基隆教师节表扬大会 共有294位老师获得表扬 市长谢国良一一颁奖与获奖老师合照 市议员陈冠宇也到场致辞 祝福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市府表示9月1号起 教师于假日奉派公差 除了原有的补修机制外 还可以享有补修期间的客户公排带 增加老师休假的弹性 未来市府也会持续为所有老师 创造更美好的教育环境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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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谢谢大家